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度越低越好 那凉硬的很快 没法操作 微青黄料摊铺的实验段长度是50米 对吗 实验段都是200米 压实按出压 复压 中压 三个阶段 没有问题 对吧 碾压应从中心向两侧展开 下反了 对吧 两侧向中心 答案是C 后面 厘清黄料面层的施工工序包括摊铺压实 接缝处理 开放交通 这个厘清材料选择不属于工序 对吧 不属于工序 答案是A B C E 后面 为加强在路面的厘清层与水泥混凝土路之间的粘接 就是加强粘接 而撒布的厘清材料薄层称之为什么 撒布的厘清材料薄层又是在混凝土路跟厘清层之间 那么不就是粘层吗 答案是C 注意这个不是封层 不是封层 如果是下封层的话是在基层上做的 后面 热半厘清黄料路面摊铺完成后 其表面温度降至多少度方可开放交通 这简单了 直接完了 后面 在未粘压成型并冷却的 到底是没压好 还是说的是啥 不知道 反正就是没粘压成型 压路机不得干什么 刚好是四个选项 对吧 本身就是进退式的粘压 所以可以到时 对吧 直进直退 答案是后四个 后面 关于粘清红材料人工摊铺施工的说法 哪个是错的 第一个 路面狭窄部分可以采用人工摊铺作业 没问题 第二个 泄料点距摊铺点较远 可以扬桥远抛 这不对 对吧 这不对 这是我们施工中经常干的 后面 半副施工时 路中一侧 预先设档板 没问题 后面 边摊铺边整平 严防骨料离析 也没问题 答案是B 后面 以粗极料为主的 粘清红材料 负压 优先选用什么 这个就是那个什么 咱们现在这两年考试的一个方向 就是书山文海 然后他给你挑一句话 所以希望还是学习的时候要专注 要认认真真的 要认认真真的 答案是A 后面 关于粘层油喷洒部位的说法 哪个是对的 第一个 粘清红材料上面层与下面层之间 如果是两层式的 对吧 没问题 粘清红材料下面层与基层 这个基层 他没说这个什么基层 按写的这个意思 应该是新做的 新修道路 那应该是透层 后面 水泥混凝固路面 与加铺粘清红材料层之间 再后面 粘清稳定碎石 与加铺粘清红材料之间 就渗不下去了 对吧 那么递选项 粘清稳定碎石基层 这里呢 虽然是按二件教材出的题目 但是咱们一件同学也能做 就是他渗不下去 对吧 还有检查警能构筑物与粘清红材料之间 也没问题 这个B不能选 其他都是对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个小例子 小案例 某公司承建了道路改扩建工程 工程内容包括 在原有道路两侧设隔离带 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 第二个 在北侧非机动车道下 新增一条长800直径式500的雨水主管道 第三个 在原有机动车道上加铺五分的改性粒清混凝土上面层 道路横端面布置如图 后面 原机动车道加铺改性粒清路面施工 安排在两侧非机动车道施工完成 并导入社会交通后 整幅分段探铺 这个工序要知道啊 工序要知道 就是说我们老路外扩 老路外扩 我们前面说过对吧 一般是先做新路老路通行 对吧 新路做好之后呢 新路通行 然后呢 老路施工 加铺前对旧机动车道面层进行洗爆裂缝处理 并井盖高度提升清扫喷洒粘层油等准备工作 给了这么样一个图啊 当然这个图呢 还有其他的问啊 我们只把这个 有关咱们这个 粒清面层施工部分啊 给大家提出要求啊 或者说呢 把这个问给拿出来 第五问 加铺改性粒清面层施工时 应在哪些部位喷洒粘层油 哇 这个就简单 我们来看看案例背景里面 旧机动车道面层 对吧 还有井盖高度提升 有检查井 对吧 检查井周围 或者旧鞋盖周围 或者检查井周围都可以 还有 这是不是绿化带啊 有绿化带呢 就有编道牙子 路原石和 咱们粒清红额料交界的地方 所以把这三个地方一起啊 旧机动车道面层 井盖周围 路原石与 粒清红额交界的部位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某公司中标修建 城市主干道 全长两公里多 双向四车道 结构自下而上为 二十分的石灰稳定碎石底层 这个就比较少啊 三十八分的水稳 八分的粗粒 六分的中粒 四分的细粒 然后项目编制的施工机械 主要有挖掘机 缠运机 压路机 洒水车 平地机 自卸汽车 后面施工方案中 石灰稳定碎石底层 直线段由中间向两边 曲线段由外侧向内侧的方式进行碾压 这对吗 都写反了 对吧 他写着轮胎压路机 我们就应该写什么 钢轮压路机 跟对应起来 还没完 钢轮压路机要静压 对吧 粘压速度控制在1.5到2码 第一问 补充施工机械计划表中缺少的主要机械 问题是 他没给计划表 就给个这个 那我们发现 他这个挖掘机 缠运机 什么平地 这都是路机的 对吧 他写了压路机 我们可以增加什么 他是还要基层面层的 我们可以写 基层摊木机 面层摊木机 还有 他是不是要做透层 透层撒步车辆 那么既然是多层似的 是不是还有粘层的撒步车辆 等等这些 或者说 笼统的写 沥青撒步车 对吧 这个机械设备呢 主要就是工序啊 你看看他要干哪些活 需要哪些设备 来进行思考就可以了 答案呢 就给了两个退后机啊 沥青摊木机啊 那就这么给答案呢 我觉得并不是很完美 所以答案他不公布啊 后面给出正确的第一层碾压方法 沥青活料的出压设备 好 直线段由两边向中间 曲线段由内侧向外侧 碾压设备 出压采用什么 钢轮压路机啊 怎么着 静压 后面第三问 沥青活料碾压温度 依据什么因素确定 这个沥青活料呢 他没说是AC料还是什么料 对不对 他只说了一个因素 那么因素的话 就是输上原文 把它一填就完了 简单搓 就给分了 好了 题目呢 我们就做这么多 See you大家 谢谢大家